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來吧 好像有比較硬喔這一隻 夫妻 也只是打得比較久一點而已 四個人為…現在一點反擊能力都沒有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找到给市民带来不安的巨大熊熊 我们前往凡尔佛特附近的森林 西门出来后树里的地方发现了熊 熊在大河附近的超龄半山腰上的洞窟做了个窝 我们在数码外停下脚步观察 爱的温施放而让我们不容易被发现的魔法 这魔法真便利 几个小时后熊从窝中出来 毛皮闪烁着美丽的红棕色 真是令人惊讶的动物 仅仅在后面的是三只小熊 像长了眼睛的软绵绵棕色毛球 太棒了 这些小动物真是太棒了 原本想一整天都看着小家族在河边玩耍的样子 但风向变了 无论爱德温的魔法有没有用 母熊闻到我们的味道了 他向我们飞翁而来 停下脚步什么都没有找到 用后脚站起来大吼 多么壮观的景象 我身高有我的1.5倍左右 用谁也跟不上了速度 一边撞断树枝朝我们途径 我往旁边跳闪过 可惜爱德温动作慢了一步 巨大的前脚直击他的胸口 他早在地上 可怜的爱德温 大自然的壮大是没有慈悲的 来自史蒂凡德·埃洛因 柱 萨达斯的荒野 第二卷 马巴利战犬 在费肉登的文化中不能少了狗 之中最受尊敬的就是马巴利 这历史和神话一样古老 就是为当工作的狼的后裔 有着优秀的智能和忠诚心的他们 并不是武器或显示地位的东西 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 与自己共度此生 在费肉登成为马巴利主人的人 会被认为是伟大人物 立刻传开 马巴利对费肉登军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受过训练的军用犬 将马上骑士脱下来 崩坏枪兵的队伍 喊叫着冲过来的军用犬群 连经验丰富的士兵也会怕 结录自教会学者修女 贝图林的著作 费肉登的传承与历史 散兵 正面对战的话 只装配清装衙和短刀的敌人 对训练过的骑士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战斗都是决斗 相信敌人拥有跟自己同样的价值观 就意味着死亡吧 大部分的战士都同意 就只有不要死比较好这点而已 对会保守护者或皇帝的护卫 连这点都可能有别的意见 散兵会信赖同伴 在同伴吸引敌人注意的时候 偷袭过来 在两群都有多数部队的大规模战斗中 必须要预想敌人有这种散兵 在面对战斗时 没办法打乱防御去追击弱小的对手 如果这么做 自己或后卫的人就会变得没有防备 一个人战斗时 要避免会让防御降低的攻击 知道了要面对这种敌人 不可放松警戒 想起自己穿了比对方坚固的铠甲 对方可能会藏起来 但别进入正在追击的对手 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 对方可能会拉开距离攻击 别被骗了 骑士有比被荼毒的短剑刺中 没防备的印象更好的死法 冷静整齐的等待敌人 屈服于我们的剑和盾之下 这样的话对方会从正面攻击过来 告诉自己 自己的剑可以快速钻过盾牌 只要对手一动 就可以在那时候解决它 结入自骑士士官学校的病毒书 剑的达人马上续得揪米尔的著作 剑的使用方式相关考察 所谓的散兵 我以选择职业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盗贼类的吧 我觉得盗贼类超难对付的 从后面冲出来这样 咳 之前二代的时候也是 有这个包皮脚车被打中就死了 要有新的 地底龙 地底龙是生存在矮人的地底回狼各处的孤类总称 因为地底回狼是暗逸的巢穴 探索时会伴随着危险 在那里的矮人商人雇佣屋皆吉民 进行采集并卖给地表人 将赚到钱的一小部分分给他们当报酬 药草衣在工作时常常会用到的是发光龙 地面龙 硫磺龙 不管哪个都几乎没有被安逸污染的例子 也没有传染疾病的危险性 但大多拥有很高的毒性 地底龙的处理应交给熟练的药草衣 在适当处理前绝对不要吃 不小心吃上肚的话会疯狂 剧烈腹痛 最重要的情况会死亡 结入自植物学家伊尼斯阿兰西亚的植物大全 所以说前面布了防御线 是有多大防御线的 感觉就要几个人啊 三个 躲在这边 给雨色不上了吗 人还蛮多的嘛 打人都出来了 打人都出来了 哇 现在两位远程导舍充军是什么 那他不跟我一样躲在这位置打就好了 好像还蛮硬的耶 他一直出点免疫 他们是不怕不怕毒是不是 他不怕冰 我的伤害都有啊 我的伤害都有啊 还是他不会 不是啊 刚刚我没有放招 阿兰 他有啊 好像有点远打不中了 他有点远 打不中了 还有两只 他有点燃烈 都不错 我对手好像也好 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傷害 剩下那個同伴要死了在那邊發呆 先把東西撿一撿 怎麼撿不起來 居然抱怨 兇 在那裡 一邊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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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也有去冒險嗎 我記得那時候 他有一起去矮人 然後撐到之類的 類似的一場 我還是沒有走進去 我還是沒有走進去 我又是有 有 我 我 你們 又是 再 你 老 好像沒有 居然 居然 我先去把帳篷弄開好了 不然我要是等一下需要補充 要賽 唉 感覺好像好玩有趣的 鑰匙也在那邊 我先去把銀杖設好 等一下比較方便可以 解這附近的東西 我先去把銀杖設好 我先去把銀杖設好 不只一個人嗎 打到小動物 會補國欸 會表現戰犬 我先去把銀杖設好 偷偷 應該在這方向沒錯 所以是這裡 這感覺就會有埋伏啊 沒有嗎?這裡居然是安全的 看起來超像會有敵人的地方耶 泰達光明府之詩阿福之母第八節 泰達的光明府阿福的族政和矮人的交易一起 他的部落變得強盛 人和惡魔帶來戰爭靠智慧火劍來取勝 從此之後泰達遠遠看著矮人王子的朋友 被賦予孩子的黑英德 他開啟自由 黑英德很開心 祈求他沒有給的東西 他的孩子被選為組長 最後的錯誤全部正確 被給予世界想要的良好力量 部落中沒有夜路 向著天空 他開始最終的旅程 像他的戀人 實現夢想 玻璃的羽毛再次聚集 心在一起 不會再疼痛 啊 這感覺應該是最後了吧 是這一個 到底是哪一個啊 應該會比較近才對阿 有敵人啦 就是你 你誰 好啊 我不想過 啊 我要在一起 啊 啊 我沒有想過 啊 啊 啊 前方又有敵人 還有熊 敵人在跟熊交戰中 等一下 後面有 我先打前面好了 後面交給我的隊友 然後熊應該可以當坦 沒中 再一次 我看他難道犯規索拉是一個人 快點 嗚 哇的客 剛才是適合 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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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是... 有個小公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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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應該是這邊吧 前面有敵人 打到羊 跑了 瓦里克别冲那么近啊 笨蛋 撤退 帮瓦里克吸一下攻击 吸一下敌人 来了来了 好痛喔 200 这也太痛 冰得好 你看这科技怎么都是敌人 你们被包围了吗 华里克死掉了 狼 我连狼都来出人了 狼 好像没有特别不怕什么 应该都可以打 敌人弄坏的事 现在都是怕魔法攻击的状态 好想看到到需要启动一下来看敌人状况的情况 这边真的有比较强 这边真的有比较强 解决了吧 都解决了吧 可以 那 你 这是 - 怎麼不給我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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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有時候東西會撿不到 很奇怪 - 應該是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 應該是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 到了 - 就在這兒 - 到了 - 就在這兒 - 到了 - 到了 - 全部人都快不行了 - 全部人都快不行了 - 有箱子耶 - 這是熊 - 這是熊人地盤喔 - 什麼 - 怎麼說這邊有兩隻熊 - 怎麼說這邊有兩隻熊 - 這樣好像不太妙耶 - 哇 - 它快死了 - 我們應該沒有補性 - 噢 - 噢 - 噢 撤死了 撤退好了 撤退要出去哪 大卡山的拉到是很...很...不痛 只扣一滴 因為我一直跑的話他也打不到我 他還是... 我剛剛是因為有防禦所以才會... 還有刺客 那我...我的人應該又是被刺客的欸 我真的應該讓刺客就跟...熊... 打喔 然後我就顧著跑 還是我...我...我喝一瓶...這個...快速補血的水好了 然後...去...救個人起來 蘇拉斯好了 有喔...我再回血 蘇拉斯...幫我打 噢... 他...應該要在他攻擊我的時候按下防禦 防禦...防禦...防禦... 攻擊...防禦...攻擊...攻擊... 攻擊...防禦... 好...很好 馬上可以喔 噢...防禦... 不行不行...如果我站起來的話我會擋不住 是不是應該要撤退這欸 那我怎麼要玩防...防下防禦啊 我的天... 這次還蠻好玩的欸 可以按防禦... 按到防禦就不會扣血 這麼好 可是他還有一隻...主要是在山路上 噢...他卡住了 蛤... 他卡住救了我 開死他媽... 會不會把我復活起來 讓我一起砍 欺負動不了的熊 UH...那隻熊 嘎嘎嘎嘎嘎嘎... 他被熊巴死了 哦不管怎麼樣戰鬥結束啦 佔...營地 好千千一把的狀況喔 又是熊 這裡熊也太多了吧 熊很難打耶 熊很難打 這邊要幫那個 卡珊德拉補一下藥水 這是素材收集 這邊 卡珊德拉的藥水 卡珊德拉的藥水 接下來要往哪裡走好呢 往下好了 這邊有個裂口耶 不然就先去裂口 然後接下來再往左邊走 讓二圈回來 我不知道我的續戰力有沒有這麼強 我不知道我的續戰力有沒有這麼強 左邊有敵人 我看算了 我不要在打裂口之前消耗我的戰鬥力 這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見 掰掰